哈喽哈喽,这里是车车 到今天为止呢 我已经值发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一年里 每个阶段的恢复状况 以及你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悔的地方 也就是我踩的雷 第三个呢,就是我不后悔的地方 就是做完之后,我整个人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我们先讲恢复过程 首先前一个月的恢复过程 在我的第一个视频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围观过了 因为我的每一个视频下面 都会有建议去观看我第一个视频的提示 而你们每次围观完之后 都要来告我一声 就来告我说,哎,我今天又看了一遍 那么在一个月之后的半年 你们所要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炸毛 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移植过的毛囊 它刚长出来的那几厘米 就它是去的拐弯的,是圈圈 给你们找找啊 这还是我修剪过的 看见没,就这一截四五厘米 就天生的自来卷 而且呢,我的头发已经属于非常非常细软了 但是呢,我的流行每天从侧面看起来 就是这样 我刚认识我男朋友的时候呢 他就经常盯着我这里 然后沉思,想笑我不敢笑那种 后来熟了之后,我悄悄的问他 他跟我说,当时以为我自己是个笨蛋 就是自己想刘海姐坏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呢 你头发会逐渐的长长 大概在半年后,你就可以给他铝屏 做一个中分了 那么新问题又来了,就是直的头发不够密 就导致这一片的发缝格外宽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上来啊 就这样扯的话,我前面这两三公分的白色发缝是格外宽的 是后面的两到三百分钟宽 就因为这一片头发呢,它就比较稀疏 然后它又是在你整个发力线的最前方 然后这个白发缝就会特别明显 就会显得你头发有点少的可怜 就像重要场合什么的,就还是需要用发力线粉去填补一下 我当时直的密度 应该算是中等天上来着我记得,具体我记不清了啊 所以如果你们要执法的话 就是一定要选择最密的那个档位 单位面积里面那个毛囊数量最多,越多越好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可以用米诺蒂尔去维护这个效果 我执完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图什么样,我没有去管它 但我最近再次做功课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执完了之后,我是坚持图米诺蒂尔的 它是可以提高你的那个毛囊的存活率的 而像我,我当时就,啥都不知道 我做完我就去玩了,就是什么也再没管它 所以就导致我,尤其是这地方,就是美人间这个区域存活率没有那么高 但其他地方我都还可以,尤其是这些地方存活率我都觉得有点太高了 显得有点密实 那么这就引到了我第三个后悔的地方 就是这个树密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去跟医生说 就让它再折的时候,把更多的毛囊集中在中间这一块 因为中间这块,你老要分发缝嘛 它本来这一块容易涂 然后毛囊囊要弄在刀儿上 反而并脚的这一块,其实稀疏一点会显得自然 这里都是小胎毛,这里太密了,真的就不是很好看 我们总结一下啊,三点就是第一,越密越好 第二,直完后即使用米诺蒂尔 第三就是并脚的地方稀疏,中间的地方密集 就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总体来说,其实我是不后悔的 甚至非常庆幸,我在20岁就选择了去做这个手术 真的是整个人变自信了非常多 你们看我的脸和我的风格 我其实是不太适合留七刘海的 因为我像我整个脸型偏长 我留七刘海就会有一种 长情装嫩的那种违和感 但是之前因为发现实在是太高了,没有办法 我留了很多年的七刘海 甚至最近刘海刘海那一刻我才觉得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我同理的就是还有整牙 整牙和直发的线是我做过最清晰的两个线 这东西真的是早做早想服 那我昨天写了一晚上的脚本 其实四大想区的就只有这些东西 如果姐妹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但是我遗漏了没有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视频到时候就结束了 姐妹们拜拜